55. 《蘋果日報》2009年10月28日報章 E.07名彩論壇G.G.西宇拜佐丁山豪宅駕金館局發出指引 二千萬元以上豪宅,只准案揭露成 一般打工仔其實好難買入二千萬元的住宅 高級行政人員如果早年以三四百萬元買屋,建屋然以升至個千萬 於是買屋,換入二千萬元豪宅,甚有可能,若非如此,點工呀! 年薪四百萬的局長,拿四成稅後人工來供樓,供二十年 約莫可以供得起一千六百萬,即是賬面值二千七百萬的豪宅 香港有幾多人有年薪四百萬呢?幾千萬,上億元的豪宅 買家多數是大把現金的人士,佐丁山爭與一班賓家吃午飯,問他們如何 提供大大豪宅的漢揭風險,怎知幾位都說,這類買家通常不向銀行貸款的, 自有辦法,他們如果要計公款與薪水比例,亦根本無得計,必須考慮其他因素 故此金管局之六成按揭指引,並無實質異議,然則陳德林醒目過人, 為何要與和國北、黃東盛、梁高美二、洪丕正、李文喬會面後,發出豪宅抗揭指引呢? 地產、詩、話,此則表示陳德林的確究竟各,是一種政治動作,表示先知先各疑 另一方面,金管局要配合政府出口術,例如曾才爺約建地產商, 防委會委員行政會議成員燒委會主席張丙良教授見記者,講及重建居屋, 重建居屋之時,防委會未有統一意見而將丙良教授封開談及,顯然是一個暗示, 喏,地產商請注意,不自律的話,政府可能有動作的,出口術會不會產生作用呢? 地產商當然會避免,暫時收斂客的,但大陸買家不懂聽廣東話,聽不見, 繼續搬錢來掃貨的話,徒用李四叔一句,你吹脹他嗎? 三億多銀買乾得道支五千餘呎六十八樓,究竟值不值,根本無得計 蘇格蘭S.G.Andrus高爾夫球場第十八棟旁邊有一座十九世紀名下,六層高,形象高雅,2004年以三千二百七十萬美元, 二億五千五百五十萬港元,收出,金融海嘯之後,蘇黃銀行收回成為銀主盤,最近飆售, 據說收到九份投標書,由一億二千八百七十萬元起, 一般相信可能以億億九千五百萬元售出,說,對大陸客來說,抵到難,不用兩億港銀,就可買到蘇格蘭古典名則共四萬五千尺 說,赤價四千三車,為何要買乾得道敢笨呀? 赤價四千萬元,請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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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